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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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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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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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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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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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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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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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機構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 反而發進來回事OK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針對比例原則的角度來講 其實你可以直接去 可能用重新操作一些比例原則 去直接回應到這個話題叫做不合理 對 因為事實上在正方後面 在二變的 答變的時候有跑出那個 欸 是二變答變還是怎麼忘記 反正是在市面審查的那個規定 估計一變的時候沒有講的很清楚 那就是後面才跑出來 那這個也會有真意我跟妳來說 那剛剛講到這個婚姻價值不絕對這件事情 那 反方你們用法官可以 為什麼這個情形裡面不能夠裁量 這個會有問題 呃 我先用一個區分 用一個三選分類成的去講 司法權跟行政權不一樣 司法權因為他主持正義 我們是對他裁量的空間 他常常自於我給他很多限制 例如證據的法則 你怎麼猜他證據 這個是我給司法的要求 我要你主持正義 請去正義 所以我給你很大的 想跟你有很大的調查 我這個空群留言 那在行政的角度裡面 因為很多事情是專業的 那個是別人看不清楚 就是你派黑格專業的去看才看得清楚 例如境外面的行政 例如考驕照也是 我覺得 與其你用法官去比較 其實這個性質比較像是考驕照 對 那這空在照的例子裡面 我會覺得這個是反方邏輯上面 要去檢討的部分 但這個可能比較 沒有那麼的實況 對 但是他跟司法很重要 是因為司法其實 如果你把這件事情 拿過司法的證明來看 這方面可以考慮 如果你把這個跟司法做類似的話 為什麼你有證據 只用傳色情形底下 就可以判去 他是有罪犯罪的人 檢察官起訴不需要證據嗎 法官判行不需要證據嗎 為什麼你可以用猜的 就決定他是有犯罪的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 點上面是 要小心的 不是說這個邏輯用法網而已 我是覺得用司法來講 去講 是會對於反方的這樣子的一個 空間是會有危險的 就是這個邏輯上面 這種東西很輕 好 好 那所以 以至於這個 反方後面重新再提 你們覺得材料很合理 因為你們類似的 都是不是有一個 不是用這個法官 所以這個部分的 這個材料空間 你們覺得很合理 的地方反而在我 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對 因為我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說 其實在雙方都一樣 我好像還沒講 那 反方在於 雖然說我覺得這個資料 跟排序的 排序的 加工蠻漂亮的 那資料的實用 我覺得也很精緻 所以我們演藝 變得分子蠻高的 那 我覺得有兩個部分要注意 也是有邏輯的 可能會有什麼 第一個 臺灣 臺灣市道 還是莫斯道 我記得 有九隊被抓到四處的人設計團 可是 你排序的裡面 有九隊是人設計團 那這些事情是來自於境外面談制度嗎 我的意思是 後段的這個發生的事情 有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是單純的 那你就是單純的 那我全部都反對 我也是可以交出 如果好幾隊是 抓到被抓到的 什麼事情 可是如果你去證明這個 因果關係 就會變成是 像很多學校會說 這個 這個金融貸談制度 事實上就是可疑的情報 它會回送給你 有沒有調查單位 那 這個情形底下 你就可以去說明 你的 制度跟 那個 防治人口販賣 更緊密 回過頭來去講 我這個制度從頭到尾 就是為了這個 它取得居留權的 風險設計 所以我 這個制度做的任何效果 都投射到 反育的 這個防治上面 所以這個時候 包括 你們後續講的 那個 審核標準的 環節裡面 這都可以去說啊 我問的時候 說不定 如果你這個 經過面的時候有可能 發現可疑的人物 表示你的問題 不一定 只問結論相關之後 這時候我猜測 我會問一個問題 我這個很具意的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部分當中的 高科學校 他問的時候也有 發現這個問題 就是 你們講剛剛 甚至四次發生的那些事情 你們說 你們一開始打一個預防針 當然不能保證 之後裡面 是不是 可以提供一個 其他方法 根本就是那個 中正大學那個 論文裡面 你作為一個 方法介紹 你告訴我什麼 可能有科學方法 那可能有什麼 統計之類的 這些東西去評斷 可是你告訴我 什麼方法評斷 不代表你的 這個評斷的內容 的存續度會上升 對不對 如果就是你語氣降到 會不會告訴我們 具體的科學方法 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好 那這個 這個是 我覺得 反正一開始 所以到後來的比賽 又會變成一次 婚姻價值的這個多元 正方一直堵追著 這樣子一個價值 如果被突顯出來 那或者說 我們要重視他的時候 就其實我覺得 正方在前面講的 你覺得 觀念是不強的時候 就 你其實意思上面就是 要丟給反方 你要做比利益的 你要告訴我 為什麼你可以做 那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時候 就太死 所以剛剛說那個問題 因為雙方對於 假值了 或者認識是多解的 正方的角度還是認為 你這樣做就是介入 你就是 用功全力評斷 這種動作 這個超級不合理 或者是去評斷 怎麼樣心情可以擠 或者心情不點結 你覺得這個不合理 但是反方的角度 就是這個 你解釋的方法 會讓正方以為 你只是 你因為有其他的目的 你就可以評斷 不一定的真假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和雙方 其實沒有去解決心理 他就會造成中斷的交流 好 那後面我覺得 正方提人 後來提的書面審查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用意是什麼 就是書面審查的角度 因為 照正方一開始的說法 你會覺得 像 我記得正二的 答辯的時候其實有說 最後我問你們不要做 我就是要網上說我就是 超級帥 就是要 不要說 把他順利比單挑啊 那後面為什麼要再 再提一個 就是 你們提一個書面審查 就會有點問題 怎麼說 第一個 你們的價值 如果是要 更為婚姻 婚姻的選定很重要 那你覺得面談不合理 為什麼書面就合理 這是第一個疑問 第二個疑問是 當你們提出資料去說明 去講說 這個 書面審查的 呃 情形裡面 呃 提出是講說 有一些符合那個 要點裡面 可以跳過境外面談的 呃 類型 但是卻又被擋下 那原因可能有幾個 呃 可能是那個 因為我記得要點 應該是 呃 2010年才出來 可能是他那個之前的時候 發生的問題 再來可能 就是正式程序 然後是書面審查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們有看到的話 因為有很多幾份資料是在說 就是 呃 有很多人 像西藏的 外籍配偶 曾經出 來台灣開記者會 不是 叫台灣人幫他開記者會 你們就來說西藏 不要很可憐 然後都不能毛開 他不能來台灣原理是什麼 是 他不能給結論證 因為西藏是有往正處 是 因素現在幫他處理 連行政的問題 沒有辦法 過的這個結論證處 因為把過的結論證處 是面談的問題 還是書面審查的問題 是書面審查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正方在這個角度底下 那 呃 如果你要認為書面審查 你是有閒遲效益的 一來我不會覺得 是有矛盾 就是跟你前面 在無線上 這個 過的結論不太怪 會讓我覺得正方審查 好像變得很方向 第二個部分是 甚至你這樣 你去提及這個書面審查的制度 有可能把你們原本要說 原本可能不能過的部分 放在你們這個 堅持的書面審查的裡面 而不是這個境外面審查 有這個風險 那可是這個事情的處理上面 我覺得要稍微 隔著一下反方 沒有去確定這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去理清 那麼他說有書面審查制度的時候 那個 你去問他 這個沒有書面審查制度的時候 會不會有居留權 你來確認他的效率 效率 效率包含什麼 我覺得他包含他的內容是什麼 或是 第一個 你的到底是書面審查什麼審查 這邊是 呃 我標題用一個法律的用語 就是這個東西叫行政的處分 你行政機關做的決定 包括你駕照的法當中行政的處分 他就是行政機關的決定 他分兩種類型 一種叫激素處分 一種叫裁量處分 什麼叫激素處分 你法定要件符合的時候 我就要允許彼此叫激素處分 你符合我心中的標準 我看一看之後 覺得合理再給你這叫裁量處分 所以我用這個標題去記意的話 就是其實就要說 對於正方這個書面審查 到底是你的書面的資料都交齊了 我就讓你過 還是說你書面的資料交完之後 我還要看過 去判 用書面判斷你有沒有假結婚的可憐性 我才不讓你過 這兩個就會有差 如果是第一個的話 那其實正方會過 還沒兩兩 那如果是第二個的話 那正方就是跟你底效的 所以說這邊 你產生這個書面審查 這方自己要去釐清這一個書面審查的 你們認為他的定位是什麼 因為在現狀期間 其實他比較像是教師要的 行一行 可是你們在很多環節裡面說 你們也沒有在擋 你們沒有去管這個 他們管附近的問題 你們所有書面審查 那這個書面審查 他就效果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方也是要去盡視這些事情 所以說 所以說到後面 這個都看在這裡 所以結婚證明的 最後 最後面的當然就是 這方的審查底下 你覺得結婚的權益效率很好 那 那 有了你的書面審查 這個書面審查就讓我覺得意義不利 你們要警示 他在你們的那個價值看法 定位是什麼 如果你覺得婚姻很重要的情形底下 為什麼你可以留有 還留有一個判斷 如果你可以有什麼轉換的不能 你覺得這個疑問太多 我根本沒有辦法提示 反方情底下 雖然我覺得他剛剛前面說的 在這個制度的效果上 那具體實行的那個標準 沒有體現的情形來說 其實 沒有辦法這樣很肯定 反方的效果是什麼 就像你們說 你們說假結婚擋了 三四八 為什麼你可以說這個效果 這個是 就是政府擋了三四 這是政府認真的假結婚 就是你們自己說了算 所以其實這個假結婚的效果 如果你沒有去體現 你們的那個約定性的標準 你的審核方式 你是講一個標準 通話的標題的話 會很難去相信 他真的有判斷 是不是來假結婚的 因為你以前說三四八三十八 你否準了三四八 因為你是政府認真的假結婚 那不是真正的假結婚 可是我覺得比起來 沒有辦法苛責 或是要求反方 有上帝四角判斷 具體的情形 所以說其實到最後 正方的情形底下剛剛說 我覺得那個書面什麼 就是真的太尷尬 所以跟你們前面的那個 很帥的那個價值論書 會有 會有 我覺得會有矛盾 那反方其實比較 的問題比較小 因為 雖然我沒有辦法很確定 你們的效益是什麼 可是至少我會知道 你們有把關的過程 那這個把關的過程 可能有好 有不好 那這個其實是你們自己說的 兩邊的效果都浮掉 你們覺得這個標準 兩邊的效果都浮掉的時候 你很想說 社會跟那個人權比較一樣 比起婚姻的自由來講 所以最後我看 比較多的問題是可以 反方 那 就我覺得這樣比賽 在雙方的二邊其實都蠻亮眼的 所以就翻譯 那我覺得 策略上跟思考上 就是可能可以再多強一些 對 那我覺得正方其實 呃 在於 就可能學長有說 在乌衣價值的這個 說明上面 我覺得說起來 很漂亮 但是真的很可惜 在選點上面 OK 可以 對 那 那 反方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 呃 就是那個資料的解釋 要適時的拿出對面的東西 對 當對方提出一個 呃 當正方四流 往反方靠近的時候 你就要想 他科著你的事情 他慢慢適漫一個出現 例如剛剛說的 那部不一定是 你那個 然後上架子 對 那我覺得這個在一部當中也是一樣 要跟上 這個 正方的 跟你們的相關 就是跟正方的 跟正方的變種 對 那一陣就是我論起來 你為什麼會想換外燈 那麼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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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學長 謝謝學長 最後有請 坐在主席 對面的判斷戰場 做說明 那首先對正方而言 我覺得你們 你們最終想要陳述的事情 在我理解當中價值就是 我一定是不該被面試 或是可以被評價跟判斷的 我一定的樣態應該是多元到 這兩個人自己說的相對很可能 而不是由第三方來認真說的 所以這是對於到這個制度上面的問題 對你們來說 就是一個面試管的主管醫師去判斷 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那回到反方的論點來說 你們今天我覺得是講的 比其他我所看過反方都來得完整的地方 是在你們從居住權的地方明確的去說明 會是一樣的這個制度 那可以體現的地方各位是 沒有直接論論到所謂的假結婚 因為他可能 我是不知道到底那個門檻是差在哪裡 意思是一般的門檻跟我結婚的門檻 結婚的門檻是比較低的 那個低的程度是差在哪裡 那但是可以和你想像的是 假結婚之後我又有居住權 而用這個居住權之後 你過來我可能會對這裡造 社會造成什麼不好的那些影響 是你們想要必定的問題 那這邊啊 正方戰場只有兩塊 一塊是對於反方的攻擊 就是關於到底不能夠擋掉那些假結婚的人 這件事情 在後面的討論的體解下 會跟那個三十四 他還有他們那個推論有關係 所以最後啊 你們的說法 衝槍就只有 有體庫這件事情 在做正常的討論 但很明顯 關於體庫的影響他們通過 或容詞人設計法 是不是因此就更容易通過 或假結婚是更容易通過 這件事情能證明效益下 正方是比較低的 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是 在制度的施行之下 是可以擋掉所謂的假結婚 但是至於擋掉所謂的假結婚 你們反方的論證方式哪個 那三十四趴 主要在場上討論那三十四趴 但是 無論那三十四趴的客觀標準 是沒有什麼太大意義的 因為你們真正論證 為什麼可以擋掉假結婚的說法 其實是來自於你們那段 推論跟資料 就是所謂的擋 所謂的面世關係 一具自己的科學方法 有一套原則去判斷的 所以常理來說 擋掉的都是假結婚的 可是這跟它是三十四趴 或是三十趴 或是甚至是一趴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這三十四趴 對我理解 如果沒有那段推論 其實根本是正方所說的 搞不好是擋掉了三十四趴 因為面世關係 認知不清無法 不懂得怎麼看人 而擋掉了真正你們 所要保護婚姻自由的民主人 理解為什麼 所以場上其實雙方實際上 是沒有資料去行訴出 在比例上到底誰 比較保護的人比較多 或是利益的比較 那三十四趴都敢說 只是一個 就是數據上的底子而已 那所以回到推論上去看 到底雙方在推論上 哪一個更有效應呢 正方的推論叫做 因為它是主觀認定的 婚姻很多遠 沒有辦法判斷 所以老而容易判斷錯 或是判斷不準的這件事情 可是對百方而言 他們在這邊做的東西比較多 他們舉了把關的例子 去說明有些在打 綠意識上是比較 名字上是比較抽象的 他們舉相幸運 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判斷多不多遠 是如果在這可以判斷是可以 常態原則上 你可以接受的時候 其實在原則下 就會覺得 他們是有一定的專業 可以判斷出 到底誰是真的提供 或誰是假的結婚 哪怕 哪怕這個專業是沒有那麼精確的 但是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就算他是主觀的 依照那四個原則的話 還是可以感受出來是存在的 這個時候你們的做法 還是不斷地去從正面的論述 去論述說 婚姻很多遠 不能夠被判斷 可是我覺得更應該做性 就是要拿反面的方式 就去拿 那你那四個原則 所淘汰的那群人 即使他是真的婚姻的這種做法 才能夠是更好清楚的證明 他依照你的一種標準 你淘汰了很多 真的給人被保護的人 在場上試圖做這個事情的 只有那個懷孩子的一個例子 跟懷孩子的一個例子很明顯 討那種的感受是很不清楚的 你理解我意思嗎 因為在制度的事情之後 那個懷孩子道理第一 是不是因為制度修改之後 他就可以通過了 所以正在場上不知道 你懂嗎 我講不太理解 而且那個他說什麼 一年育有的意思 我就會覺得 那個一年是結婚一年的意思嗎 還是生活一年的意思 不知道啊 而且懷孩子的通常就是 也差不多快一年嘛 你懂得說什麼 所以在場上單純只有這個例子 就像一直證明到說 你們的婚姻多遠 是不值得被面試管評價 或很容易出錯這件事情 我覺得算不定是 相較遠到來的更不夠的 所以就力道上本來就會覺得 那三四他可能大破了 都會是所謂想要擋掉假結婚 真正結婚的比較少 但是這不代表 不代表 因此就可以判斷出勝負 理解還是要看一下 那假結婚的背後的價值的意義 跟所謂真結婚背後的價值的意義 就是最後的水平比 那這水平比的戰場呢 都是在截變的時候才出現 那反方做水平的方式就是 用有沒有可以補救的方式來做比較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沒有不行 因為我聽到比較方式是指說 如果今天你的婚姻是有被侵犯的 你有救幾款還可以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社會暗處的問題的話 你被賣過來你是沒得救的 這種方式來做比較 但是這比較詐欺價是可以的 可是是一場什麼 你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老實說 你們在假結婚導致的社會問題 那些社會問題並沒有描述很清楚 所以會不會其實 假設我是一個被賣過來的人 那我被賣過來之後 我有沒有究竟還到 你明白 關我在說什麼 我是不是更難被救出的啊 那個難度上是不清楚的啊 如果照正方邏輯論述的 面試官 就常常因為自己主觀意思 那正方的救 你們所謂的救濟 是不是很容易 是不是真的 那個容易度是高的 相較於所謂 人色經常賣過來的 那個容易度哪個個條 其實也不知道啊 懂我在說什麼嗎 所以 在這個比較上 因為反正我做這個比較 可是正方你們的做法 老實說 我會對你們結辯的感想是 你越講越讓我覺得 你要保護的那種婚姻自由 有點隨便 什麼意思 就是 你講到之後已經變成 我想要保護 那個婚姻自由的需求 兩個人想要簽章的那個婚姻自由 那這個簽章的這個婚姻自由 的價值是什麼 為什麼會高過於他們想要保護的那種 然後避免假承道歉社會問題是什麼 這才是我覺得 你真正一定要去講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說法可以換一下 比方說換成 沒有辦法評價別人的婚姻 就算別人的婚姻是一天 你怎麼不知道他什麼間中情 或是哪怕在外人看來 只是兩個路人的相遇 你怎麼知道他們彼此的愛人 是刻苦無心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 講出背後的那個價值 才會覺得 喔這個婚姻自由也有意義 也就是說我沒有辦法單純客觀的條件 就評價說你的婚姻是怎麼樣 可是當你不斷的去講出 他的客觀起來就是 我就是想要兩個人簽章怎麼樣 為什麼我不行兩個人簽章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種婚姻的價值 就顯得比較低 就沒有那麼漂亮 對 那最後我的判斷很簡單 就是因為 反方明確做出一個婚姻的價格 這麼沒有 所以我最後法論的分數 還才會變成好 那其他西部工坊的問題 跟前面查看差不多 所以如果有其他問題要跟我討論的話 最後可以帶來跟我說 我謝謝各位 謝謝 最後公布評分單的成績 首先聲明 評分單 市區裁判弱勢即將 評分單 第一張評分單 84.5分 並92.5分 順帳 順帳 第三張評分單 98分 及110分 順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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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我選到的是不是 他一直在職業的時候 現在他一直可以